好,现在来介绍新增资源里面的电子书 这电子书就是真的电子书 也就是说,当你做好之后,你可以下载,变成个别的条案 拿到别的可以播放epub电子书的 平板啊,机械啊,都可以使用 那我现在用我的那个 杂技,我的部落格来做 好,像我这个的主题叫做 音乐创作的教学 好,那贴过来 那内容的部分 说明可以不用 按除我,从完课程之后 看到这边有一个电子书的画面出现了,那我们直接点选进去 这里就可以开始输入 好,首先是章节 那我电子书的第1个章节,就比如说介绍 定子,那个 色和弦歌曲 那我就直接写色和弦,直接复制过来 然后内容的部分,就把内容的部分 直接把它拷贝进去 好,我到这边 都算是我的色和弦 的讲解 那我就直接贴上来 你有没有发现,你迁入的那个 YouTube影片,它也会一直进来 然后完毕之后,按处存 变更 这第1章节做完了 那如果我要做第2章节,怎么办 就是在目录下面的加 按下去 那就可以开始做第2章节 那我现在看一下第2章节要做什么 当然是做 4和弦 4和弦歌曲 的那个编辑 然后这边叫4和弦歌曲 然后第1个 第1个做的时候叫做 基本的教学 找一个,变成第1个 那一样把这全部 复制到 电子书这边 它图片一样会连下来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只是一个超连结 所以当你的网路不通的时候 这些图片都会消失,除了文字之外 好,再来 在第2章节下面再增加第1个 色和弦的 好 另外一个,比如说这个 好,这个叫做 假设编辑解音轨好了 编辑解音轨 编辑解音轨 把内容的部分 直接贴下来 这边 直接贴下来 好 贴到我们的内容的部分 完毕之后按储存 好 好 那这份的电子书就完成了 这样子 就完成了 那么进来看一下 从第1章 开始介绍 好 比如说听歌曲这样 好 然后到下一章 该怎么做呢 创作部分开始有了教学 再下一章 我们回到最上 最第1章 这个电子书 它本身是可以 下载成 EPUB的电子书 下载完毕之后 在这边点一下 EPUB电子书 就会载入了 载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是这样子 一个一个切的 切换 这就是电子书 一般电子书的 浏览方式 这就是电子书 的开始